哈喽大家,我是杰瑞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读完的这本书 造一座花园,英国皇家园艺学会设计创意志能 又是一本很漂亮的,可以放在咖啡桌上随手 一直拿来翻一翻的一本硬格书 它一共介绍了35个英国的小花园 一些是历届切尔西花展的获奖作品 另外一些是建成的家庭花园 每一个项目都配有精美的实地图片 平面图,还有设计清单 所以也是一本实用系的设计灵感指南 那我就挑最抓我眼球的五个花园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发现我最喜欢的花园都倾向于使简单现代的硬质铺装 搭配自然且丰富的植物配置 并且我发现我最有感觉的三个花园都是作者本人的作品 真是巧合其中两个又是作者为 为切尔西花展所设计的最后得奖的展示花园 一个叫做身心愉悦花园 另外一个叫做地平线上的希望 在身心愉悦花园里几何雕塑感的混凝土 从一直铺装一直延伸到墙面 虽然是不必多说 非常有创意的材料处理 Matt又很聪明地选择了球状的欧山松 团状的苔藓作为植被C位 与建筑的几何感相呼应 在以彩色的草本开花植物 去柔化几何线条和长绿灌木的僵硬感 套托的花朵颜色选在了高级 但不炸糊的酒红以及金红色的方向 在彩叶植物和多金树细齿鹰和雪皮器的树干上 又加以相呼应 最后再以大己明亮的花头 以及单薄柔美的奶黄色草花 以点睛 让人大呼过瘾 这个获奖花园 要我说是真的实至名归 再翻到地平线上的希望 细腻丰富的草花搭配 在规整的小空间里流动 和谐而又不死板 又带来了关爱战后军人的 又一层深刻寓意 光看图片就觉得很疗愈 这个优秀的花园呢 在展后还被迁移到了一个 真正的康复军人疗养中心 真的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它的美丽 好 看完两个获奖的展示花园 我们再来快快看一下 几个特别的家庭花园 野生冻竹花园 有着一方特别的生态泳池 它既有一个规整的举行游泳区 三边又无缝衔接了浅水种植区 让水生动植物与居民和谐共生起来 乡村庭院将材料与植物的搭配角色 完全调转过来 用最简单大气的植物配置 搭配了一方极简的净水面 一片质感担当的小块铺地石 在乡村可是整体风格非常的极简现代 最后一个独一无二的设计 好巧不巧又是作者本人的作品 在园景中放入了重复的短墙 与建筑的某一处内景呼应 同时增添了景观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一深一浅两色的韵音箱 将你的视线引向院子的深处 但似双胞胎 但其实完全不同品种的两棵多镜树 搭建起了小院子的纵向空间结构 又带来了不同季节的景深和感官享受 这张从室内餐桌望向花开满树的精炼花的照片 真心是杀到我 再想象一下后面这颗玉兰开花的时候 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光景 真的是妙啊 好啦 这本书还有很多说不完的灵感小巧思和设计妙招 那我就简单的抛砖引玉 剩下的就等你们自己去探索啦 那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